你好 欢迎收看1月16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花莲转运站去年营运到现在 有效整合各个客运路线 也推出了空手观光服务 趁着农历年前 花莲市政府再推出的花莲又真行 花莲MASH平台 以花莲转运站为核心 推出了数位交通套票 虚实整合客运业者路线 提供数位化的交通服务 期盼可以鼓励游客带着手机搭乘公共运输 在春节期间到花莲来轻松畅游 花莲转运站自去年推出空手观光 今年元旦起 旅游服务中心也正式进入 趁着农历年前 花莲政府再推出花莲又真行 整合以花莲转运站为起期的 三条台湾好行路线 将310太鲁阁县 303重谷花莲线 304东海岸线 纳入数位交通套票的范畴 16日举办MASH平台启用记者会 宣布数位交通套票开卖 要将客运数位化 从不管是旅服中心 服务台 到可能的客运月台的接客 我们做的不一样的 整个旅客服务 让能够来花莲旅游的人 的游客能够宾至如归 让我们观光客来到花莲 能够透过我们整个 转整个平台 让这个旅客能够使用上 非常非常的方便 当然这是MASH的第一期 未来的MASH的第二期 会针对花莲线的乡亲 让我们整个大众运输 以及整个我们的幸福巴士 和公布共存 让我们县内的交通 能够透过MASH系统的第二期 能够把它整合起来 这也是让不论是 从外来到花莲的旅人 以及未来花莲的乡亲 可以透过整个整个系统 能够更方便更便利 等于是跨客运业者去谈 就是说能够让不同的客运业者 都能够联合的一起提供 这样的一个交通服务 那当然交通是我们最主要的 其实我们在这次的平台里面 我们也结合了这个食宿邮购 行的部分在基础 然后食宿邮购 把一些观光的这样的一个好吃的 或者是住宿的资讯 这些我们都纳在这个我们的平台里面 当然现在这个平台是一开始 希望说未来能够把这个平台 可以做的更多元服务的内容更多 进来的这个商品啊 或者是饭店啊 还有整个交通的资讯都能够更完整 即日起至1月31日 购买交通套票并有乘车记录者 还能参加抽奖与短影片竞赛 由于卡通电子票证公司发行 以线上转运站概念推出的花莲右征型 提供数位套票乘车码QR Code 除了物质化轻松搭乘 还整合食宿邮购等多项旅运服务 就算没有手机也会提供实体票卡 期盼邀请民众一起便利乘车 开新出游 还能享受独家优惠及服务 记得讲帮演华联士报导